本节目由天城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你们好 这里是新西兰的奥克兰 我们今天的他乡中国人的节目 是来采访在北岸开餐馆的于海先生 于老板是北岸的别不同的老板 于海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说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 到新西兰呢 咱们现在呢 开了一家餐馆叫别不同 坐立在北岸 希望大家多多来品尝 欢迎大家在这里搞派对啊 就先做广告 做广告 对 别不同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了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是2015年 2015年来的 10月18号 10月18号 对 您当时是以十万的生活 身份来到新西兰 我当时是以厨师 中餐厨师 中餐 特殊厨师 专门在新西兰做中餐 就是由这家别不同老板 把我从中国聘请过来 就是以厨师的身份来到新西兰 这等于像工作签证是吧 就是对厨师工作签证 对 就是技术工作签证 对对对 我听过很多餐馆的老板说他们的大厨很多都是从中国请他们来 这个签证呢 一般分一般呢 就是分一次签一年 有效期入境之后 还有的呢是三年 可以在新西兰工作三年 这个有时候根据地方的情况 也可能根据这个发放签证的这个部门的这个各种审核条件 可能就是一年或者直接给一个三年的 但是在这当中你到期的时候在这里如果你的这个雇主也就所谓的老板嘛 还继续觉得你工作好 而且你也愿意在新西兰继续工作 你还可以继续再续签 三年也好 或者再续两年也好 一年也好 这就都可以再续签 OK 那你是 你现在是新西兰的居民了 对 对吧 就是等于大伙俗称的叫上岸了 上岸了 是吧 那你是从那个 厨师的这签证到上岸 这划了多长时间 确切的说 你看哈 从2015年的10月18号 对 我真真正正拿到这个身份的时候是 2019年的1月 2019年 那也就是三年多 三年多 三年八个月吧 哦 那您是刚才您说的 您是以厨师的身份来到这个这个新西兰的啊 那就是别不同当时是千里来的 对对对 老师下飞机就没出去过 跟北京那大凶猫一样 尽管就在没出去过 前三年怎么过的 哎 前三年还算不错吧 既有酸甜 但也有学习啊 也成长了不少 是把自己很多曾经的想法呀 还有梦想啊 重新的改变了一下 嗯 对 你在国内就是厨师 在国内就是厨师 哦 对 一定是国内是厨师 国内厨师 还是才能够以这个身份来 你最起码是国内是厨师 对 而且你的工作经验呢 大家记住 一定是在 不一定是在某一个酒店 但最起码你要在这个你本职的厨师行业里 做大厨 最好是在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哦 而且社保呢 一定要是要五年 要五年 当然了 其实两三年也可以 但是你最好有一个真正的厨师呢 五年都不再上下了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我问于海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也有不少的朋友 在国内的厨师朋友 也可能想要移民 不是移民来新西兰工作哈 就是以厨师的身份来工作 那刚才于海说的这个 前提条件 大家要具备才能够去申请 对的 您刚说了哈 您来了这里的三天之后 才拿到了这个PR嘛 就拿到了这个居民身份嘛 对 这个最初的三年 会不会没那么容易过 确实没有那么容易过 怎么个不容易 首先就是一下飞机不习惯 你是几月份大的 哎呀 我是十月 十月份嘛 这很好啊 这也很好 但是不行啊 这个人呢 叫什么呢 有这么一句话叫 莫图他乡万两斤 莫忘家乡一年土 就什么意思呢 你说他乡确实是咱们来了 来了以后呢 可能是想换一个生活方式 当然了换生活方式 很少说把自己送向地狱 或者送向悲哀 都是想心心事容啊 特别好的一种生活 重新开始 但是呢 这来了以后感觉 首先第一啊 人生路不熟 英文又不是太好 所以呢 多多少少啊 可能是有点 既新鲜 又紧张 还有点啊 这个小小的恐惧 因为不知道下一步 能否得到人家老板的认可 工作上是否可以像国内一样 这个发挥的所有的力量 都能发挥出来 是不是 所以有那么一点点紧张 但是呢 确实是从这个新西兰的工作环境 包括呢 和你这个国内的这些对比啊 还是其实是有些反差的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呢 不要说我当年怎么怎么样 在中国 我在某某某个地方 如何如何 你主要是来这儿以后呢 你得想尽一切办法 从不习惯到习惯 也得适应这儿 就这个过程 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 可能这个时候有点难熬 会不会 你到这个大厨到后厨 是不是把那个锅端下来 一炒菜的时候 那种感觉 会不会去找到原来的感觉了 有 这是肯定的 你想到 反正我在这儿 在中国也是炒菜 在这儿也是炒菜 你说你到下飞机 到你住的地方 你心里头有点紧张 然后你带你去超市 买点日用品呢 是吧 就起码对吧 明天早餐买了吧 买点面包 买点鸡蛋 买点牛奶吧 你一看全是英文 而且这个钱怎么都换算 心里都打水 而且买一瓶牛奶 就算三块钱 你也得换成人民币 到底多少钱 你还觉得贵 是是是 你下飞机买什么 到超市里都觉得 怎么外国这么贵 因为你换算成人民币 没错 上这围裙 老板说你炒个菜 我看看吧 一点不紧张 为什么 我必须得成功 不成功坐飞机回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点呢 您说在工作上来讲 真真正正 脚踏实地 如果咱们是真实的 还是有功底的 这个 在这个专业上 咱们不打马虎眼 绝对是能过关 所以这方面倒是不难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晚上 我不知道 我说这话 是不是大多好多 咱们这种海外的华人 都有这种感触 叫 夜深人静的时候 这个夜到深处 方之寒 就是到晚上 他发现老婆也不在身边了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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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先来的嘛 所以说感觉有点孤独嘛 而语言方面也不通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朋友 早期肯定会更 没有朋友 有点孤独 还真有点像这个 孤单的大熊猫 到了这个 动物园里边 冷落两天 但是呢 我觉得华人和中国人呀 每个人都挺能 能干的 而且吧 克服困难这一方面吧 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 还真不是说 认同认愿 对对对 特能吃苦 特能吃苦 而且说实话讲 就是总有这么一个希望是 明天会更好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不管多么 当然了 不是说这边吧 没有那种什么 什么欺负你呀 或者说什么什么 又打又骂 像救赎会 什么这说 这腾不上这个 全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我所说的 全是自己给自己压力 什么语言 英文语言不通啦 去银行办个卡 不知道怎么去 还得找人 找人找人找谁 不好意思跟谁开口 因为没朋友嘛 然后呢 你这出门得开车呀 为什么 你老做工气车 其实在这个国家 不会开车是一个 等于瘸了半条腿一样 所以公共汽车也得会坐 对 你还看不懂 这个这个这个车牌 然后呢 英文又不懂 跟司机吧 你会就会说 哈喽 How are you 然后去哪 不会说 然后最多说你City 到City了以后下车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来 对吧 坐哪一个 因为City的车特别多 巴斯站 你怎么回来 对 您说的这个 一般的移民出来 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对 但是对您来说呢 您是以厨师的身份来 最主要还是 你得把这件事做好 你得留下来 你来了以后呢 你是想着干上两三年 就回去呢 还是去想着 我也想办法留下来 其实呢 真的是 有的是说到这儿吧 真的这个 今天这个方华 这个咱们这个 这个栏目啊 来采访我 还真是说点心里话 我呢 来呢 其实真真正的目的呢 实际上就是想 踏踏实实做个厨师 而且呢 这边呢 相对来讲 公司呢 还是比我实话讲 比我在国内挣得多 我并不是说在国内 我是多么大红大紫的一个厨师 我但是吃苦 耐劳 这方面 我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相比之下呢 我也想呢 把孩子老婆以后 有机会带过来 带过来以后呢 最起码学费呀 享受一些 这个好的待遇呀 空气呀 各个方面嘛 我是有我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才把这个 厨师这条路 想把它坚持下去 但是来了以后呢 怎么说呢 就想打工 老老实实打工 就想打工 就想挣钱 对 就挣钱就行了 只要有个老板欣赏我 只要这个老板能够 说的把我摁在他手下 我就会踏踏实实的 给你干 干到什么时候都成 但是呢 这个万般皆有命 半点不由人 有的时候这个命运 他就不让你踏踏实实在这 就让你按照说 只打工 这个命运走 那怎么感觉 好像还是话里有话 这话里有话 哎呀经理 我就给大家简单说说 我后来的变化吧 对 我呢 是老老实实下来 飞机呢 就在这个店里打工 当时呢 咱们实话讲 由于呢 我是个北方人 这个店呢 确实是咱们是 人家是广东啊 香港人呢 这个把这个店给起家 做起来的 是粤菜 而且人家就怀疑你的 这个语言沟通方面呀 还有你的这个饮食习惯 能否和大家融入到一个生活圈域里 这当时是一关 这当时是一关 结果我呢 还巧了 年轻的时候叫不 义武压身 学一样就有用 然后呢 学了粤语 会广东话 会广东话 这很重要 广梁贵广东话 还没办法 听了就是九成 听了妈妈得 我一成 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呢 这个有这个广东话基础 这样呢 还能够在这个店里啊 还是能够 跟大家融在一起 但是呢 在这里边吧 也发生过很多 这个小误会 比如说工作当中啊 同事之间呀 有些不习惯 因为你在国内的做法 和这边的做法 还是有不同的 当然有不同了 所以呢 有时候也得要 尽量我的选择都是 以退 退让为主 因为以老师傅 以人家这边的厨师 为重点 对不对 你出来扎到吗 对了 您刚才说了 这个 因为你会广东话 对对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优势 在一个乐餐馆里面工作 可能比较容易 跟大家打成一片 对 能 这个还是帮了你很大 很大 但是呢 事实上呢 人呢 不可能趁百人心 那当然 你有的时候 特别好意去做一件事情吧 可能呢 就容易会造成人家的误会 是吗 对 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吧 我那会来的时候 坐呀 真的说实话 早来晚走 你比如说十点钟上班吧 我九点半就到了 多做一点事情 但很有可能呢 巧了 九点半来的时候呢 这个 正好这个 我们这个茶楼啊 有点心师傅上班早 很有可能有时候 刚蒸出来个叉烧包啊 或者是煮个鸡蛋呢 吃了一个很正常 正常他身上 其实是干活为主 你提前办 要是那肯定是 来了先干活 但是就会被某些人呢 就跟老板面听 就说 说你看这个人 北方来了 别看他来得早 他是来这偷吃来了 这个当时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呢 这话啊 我要说的前面 我上一任的老板 咱们就不说是谁了 可能有大家 好多人会知道的 也有不知道啊 咱们不提着 确实在这个 吃东西方面 咱们厨师嘛 干一行说一行 说如果你不在过分的前提下 真的是很 还是很给 很给面子的 而几乎都是 不是太 去在这方面计较 什么吃了个点心啊 或吃个什么东西 再度个 这个是非常好 但是呢 其他方面嘛 还是 当然了 咱们还是得得有些 除 你在餐馆打工 不是管饭吃吗 是管饭吃 管饭吃 有的时候 你也这来得早一点 还有东西 什么东西 有时候天天在你眼前晃悠 心里呢 它就难受啊 是不是 对 哎呀 是的 您 没错 这个餐馆呢 我觉得好像 大家理解 可能因为很多人 不在餐馆做工 所以不是很了解 这个具体的运作方式 您刚说了 您来的时候呢 会比较寂寞 比较孤独 那你怎么度过 你的这个寂寞 没有办法 或者你排解 你的这种压力 我认为啊 从我来讲 你看大家可能感觉到 我还比较健谈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办法只有一个字 就是熬 这个熬其实是呢 您看啊 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一个熬 或者说这是一个 什么办法 也不是吧 其实这是个办法 心里头你要懂得 这个熬字 能有把这个理解 透了的话 其实你在寂寞中啊 你已经首先 先找到了一个 彼岸了 为什么呢 你看你寂寞 哎呀我寂寞 我想家 怎么那么难受 我怎么这么不舒服 如果你要是告诉 自己心里头 你必须熬 再苦再难 你得熬过去 你要熬到你的目的 你要熬到你的胜利 首先这个 已经告诉你 上岸的一个方向了 那其实就是你心中要有目标 您说的太对了 要一定要有目标 那您当时是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就是把孩子老婆接过来 然后把身份呢 就是争取在这能拿到这个永久居留 然后孩子在这上学 是吧 然后呢 打一份碰安安定定的就这么做 我来讲 政务 阳 不不不不不 不了 没 effectiveness 之后 English 吗 没有 用